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来画 简单的画一张图当作是结束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只要算一件很简单的事 很简单的事 就是说 哪一个年一百年一月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的进口值最多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可以分清这件事 我们先缩小一点哪一周好了 好 首先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这个数字蓝柜值 是数字蓝柜 它前面有一个Sigma 所以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当作是我们被计算的蓝柜 这样可以了解 请问你原本那个文字横线 它加上123等于什么 你会变成不能计算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 我们先画最简单的一张图 就是群组直挑图 所以请勾群组直挑图 我们来去看一下各地区 各地区的销售 进口值是多少 所以所以第二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选 点选群组直挑图 第二就是请勾地区 第三请勾直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有看到吗 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是亚洲这个地区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是这是从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加总在一起 这样听得懂吗 好 这样才能做分析 刚刚最原始的那种资料 是部门分析的 有听得懂吗 随便画这个简单图都画不出来的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 各个国家好了 各个国家 好 所以空白这地方点一下 空白这地方点一下 我们再画一张 我们再画一张很简单的 那个各个国家的进口值 所以群组直挑图 这先画一个很简单的 然后请勾国家 第二个动作请勾国家 第三请勾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想说先告诉你一下 想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互动式报道 你看这边是不是国家 这边是地区 所以当我点选 当我们有时候在报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报道 我们历年来进口 最 是跟哪些地区 进口值最多 最产生依赖 这个依赖进口国 是进口的地区 是什么呢 好 我们就点一下 是亚洲 有看到吗 其中亚洲又以 是这些亮起来的颜色 有看到 又以中国大陆第一 然后第二是日本 有看到吗 然后第三 先来一下 第四东邪 这都是亚洲 直到第五名才会出了亚洲 是跟美国 听得懂会说什么呢 反正这等一下 会慢慢的要用很多种图 来去推演故事 这样听得懂意思 可是像现在这一个互动式 可以理解吗 好 好了 请容诸我再花30秒 把这一课 要快请你存在这里 二哦 答案 可以存 这叫二 可以吗 好 我们这一课 主要在跟你讲一件事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你的资料干不干净 谢谢